六度团队为您制作的汽车简报 谢谢收看汽车简报 中国50汽车将mini EV起售价降至29800元 路透社 中国50汽车宣布将把mini EV电动汽车的起价降至4300美元 该公司还表示 一些新能源车型的价格将降低高达1900美元 此举可能有助于50汽车与特斯拉等竞争对手竞争 因为中国正在推动其新车市常见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美国需要电动汽车的矿物 中国主导助制造电动汽车电池 纽约时报 中国主导助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和可载生能源储存 所需关键矿物的全球加工 然而 对位这一转型提供动力所需的材料的控制仍有待争夺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努力 锂离子电池的市场份额 原始社备制造商和电池供应商 已将注意力转向原材料的供应链挑战 美国官员已经开始与其他国家谈判一系列协定 以扩大美国获得礼 骨 镍合石墨等重要矿产的机会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伙伴 关系中哪一个会成功 在广岛开会的日本 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认为 世界80%以上的矿产加工依赖中国 这使得他们的国家容易受到北京的政治压力 北京又在冲突时期将供应链武器化的历史 周六 七国集团领导人重申需要管理脆弱的矿产 供应链带来的风险 并建立更具弹性的来源 上周 部长集会议一直在东京举行 旨在解决关键技术部门的供应链脆弱性 最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声明核心技术 可以通过多供应商解决方案或分解系统提供 这些系统结合了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 以实现网络的弹性和安全性 在此背景下 部长们肯定了每日合作在5G 及5G之后的重要性 全球对这些材料的需求 正在引发一波可能加剧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 在美国以外 欧盟 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政府也推出了补贴计划 以更好的竞争新的矿山和电池工厂 中国公司仍在大力投资在全球范围内 收购矿山和炼油厂产能 G7国家已经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一起 生产了世界上30%的理化学品和约20%的精变骨和镍 但只有1%的天然鳞片石墨 如果我们买了一辆电动汽车 我们是否需要购买家用充电器 它的价格是多少 加拿大环球邮报 大多数电动汽车购买者 应选择在家中安装二级充电点 虽然早期的电动汽车车型 能够从标准的120幅插座过夜充电 但具有更大电池的新车型 需要积添时间才能在一级充满电 二级充电器允许车主 在不到8小时的时间内 从典型的240幅插座充满电 二级充电点安装的成本 从500美元到1500美元不等 具体取决于型号和人工成本 在加拿大一些地区和省份 家庭二级充电点可享受回扣 高中飙车比赛为学生的职业生涯 做好准备 加拿大CBC 来自新布伦瑞克省基所高中的学生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米拉米奇赛 车场高中挑战赛 让他们自己努力的汽车 通过他们的步伐 建立任性和运动技能 学生们鼓励一位在凌晨三点之前 一直在两辆车上工作的老师保留第二辆车 当课程开始时 仍然对车辆进行了最后一刻的调整 活动前期为学生提供了行业内的职业机会 英国和欧洲的电动汽车贸易 金融时报 英国汽车制造商警告说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英国和欧盟之间 脱欧后贸易协定中规定的电动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求 从2024年起 英国和欧盟之间交易的电动汽车 必须有45%的零部件来自这两个地区 否则将面临10%的关税 由于国内供应链和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 汽车制造商可能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英国目前陆后于欧洲 30家计划中的电池超级工厂 其电动汽车制造商不能依赖威斯敏斯特的政治说明 未电动汽车投保是一场噩梦的五个原因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保险公司英杰华 Baviva和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的数据 在接受调查的英国客户中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访英国客户 在2025年在英国上市销售师会 投资电动汽车EV 然而 民意调查显示 客户认为较低的运行成本和环境效益 是拥有电动汽车的积极因素 尽管超过50%的人仍然认为 汽车不如汽油车安全 受访者还表示 电动汽车的成本和全国各地缺乏充电点 阻碍了采用 这些数位于RAC基金会和国际清洁运输理事会 最近进行的研究相冲突 后者发现 如果消费者有动力 到2025年 电动汽车的使用率 可能会攀升至新车销量的三分之一 支援谷歌的高额应用费用将是彻底的失败 英国每日电讯 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之一 Epic Games的首席执行官Deeam 斯维尼 Tim Sweeney 警告说 英国竞争监管机构 允许谷歌继续在其应用商店收取高额费用 可能会背叛反垄断原则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 正在审查谷歌和苹果的应用商店和购买费用 这些费用被描述位类似于税收 上个月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 表示 谷歌已提出允许开发人员 在其Android Play商店中 使用替代支付系统 但是 该公司仍然可以收取高达27%的费用 低于30% 监管机构目前正在就这些提案进行咨询 斯维尼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应用商店 以及谷歌和苹果收取的费用 两家公司的做法都受到监管机构和欧盟立法者的批评 预计他们将迫使他们允许在其设备上使用替代应用商店 您从未听说过的革命性电动汽车电池技术 英国每日电讯 电池技术正在进步 吸附及材料可能在今年内改变电动汽车市场 自1970年代以来 西洋级一直在试验 但锂锡电池在过去今年中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以及高性能和能量密度而闻名 西洋级以其在充电过程中加热时的高体积膨胀而闻名 但电池中的3D碳结构可以包含膨胀 总部位于以色列的公司Stordat处于西洋级开发的顶峰 预计将在未来今年内将这种新的锡电池技术 带入高端电动汽车市场 我想减少碳排放 生活在加拿大腹地并不容易 加拿大CBC 西泽及秦Heather Kitchen 是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兼职记者和制片人 他为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撰写了关于减少碳足迹的独特挑战 他是安大略省北部一个西书的小城市桑德贝 桑德贝的环保意识居民 由于生活在该国最寒冷的冬季地区之一 Teaching遇到了家庭供暖困境 公共交通便利性有限 以及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租赁和汽车共享计划的稀缺 根据文章中引用的最新一篇论文 这些障碍阻碍了他过上完全可持续和低态生活的能力 即使是电气化的火车旅行 也比航班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谢谢收看汽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